我作佛时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致心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愿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净土圣贤路 民国 李军美 民国 李军美居士 名 茂财 法名 惠茂 江苏南通人 李军美居士 小学毕业后 即从事商业工作 接着 担任深南货行的会计 后来 因为身体虚弱 积劳成疾 最终 导致他罹患肺病 李军美居士 曾在应光大师座下 归医三宝 常年吃素念佛 礼拜华颜经 数年不曾中断 1937年 上海八一三事变之后 李军美居士 因旧疾复发而渴血 但到临终的时候 他的神智却异 非常清晰 念佛之声不绝于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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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旁边的人 也结成为他助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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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弥留之时 李军美居士 竭尽全身力气 挣扎起身 来到床旁所供奉的 阿弥陀佛向前 做礼拜佛的样子 然后 又请人 把他扶回床上 做吉祥卧 口里说道 佛来了 佛来了 随后 李军美居士 就在佛号声中 安详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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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他的神态 就犹如是在禅定之中 李军美居士 往生后 头顶温暖达四个小时 面貌如生 当时是1938年7月25日 十年27岁 他的哥哥 李慧才居士 写信询问 印光大师 有关弟弟的事宜 印光大师 回复信函 如果你的弟弟 确实如你所说的状况 那么 他是决定往生了 敬业行人 这就是讲念佛的人 修净土的人 我们在这部经 在这次讲座当中 特别跟大家关照的 就是一心不乱 你要念到一心不乱 那么 在你临命中的时候 那个像 如入禅定 这个像 太好了 正念分明啊 正念 是什么呢 就是 阿弥陀佛 最后一念 还是 阿弥陀佛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是 心不颠倒 什么叫 颠倒呢 如果 最后这一念 他 想到别的事情去了 这 叫 颠倒 把一句 阿弥陀佛 忘掉了 那就麻烦了 那就 又到六道去轮回了 所以说 顶要紧的是 临命中时 没有杂念 真正是 一心不乱 有阿弥陀佛 有阿弥陀佛 这叫 心不颠倒 但是 这种功夫 要平时来修 如果说 我到临命中的时候 我到害病的时候再修 来不及了呀 这是一桩相当不简单的事情 希望大家 趁着我们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 要认真地去努力 上镜下空劳法师 佛说阿弥陀经 第十九集 1983年 台湾景美华藏图书馆 澜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